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珍秀珍嗓音嘹亮 站在台上有大将之风 跨足影视歌三期 三十几年来 如林家女孩般的婉约与亲和力 加上适中的华贵风采 她在九十年代的台湾男性心目中一直占据着难以抹灭的位置 但是珍秀珍的人生路十分坎坷 2001年 她因缘际会前往缅甸旅游开启禅修之旅 每个月都会进入禅陵禅修 即协助禅师修复新旧古老佛塔 也固定在内观中心禅修 在佛法熏陶下 加上爸爸 弟弟相继过世冲击 她的人生观有了转变 和她一起修行佛法的弟弟突然心机梗塞过世 珍秀珍坦言相当震惊 但她还有年迈母亲及弟弟留下的儿子要照顾 所以她意间扛起家中重担 体验到生离死别后 她学会放下 选择原谅对方 珍秀珍说 感情已不是最重要 人生不应有恨 珍秀珍近年一心向佛 也去就读佛学研究所 她不再视自己为艺人 她表明自己已是修行人 不再参与任何世俗人事物 感谢外界关心 也请留给她一个清静的修行空间 她只想专心为自己而活 珍秀珍身为90年代横跨影视歌三系的一代女神 歌唱 电影 电视同时兼顾 不仅演过多部口碑好剧 如《小姐与流氓》 《情在天涯》 《玫瑰芳心》等 更演唱了多部电影 电视剧的主题曲 在当红之际 珍秀珍也成立制作工作 制作多档戏剧节目 其中关怀老人问题的不股鸟声声催 不仅感动人心 也因制作优良获得金钟奖肯定 不过 当时红遍大街小巷的珍秀珍 在1991年前后突然从演艺圈消失 多年后付出时才亲自证实 当年遭台湾重大经济犯 诸葛斌 郑文斌骗婚 当年 在郑文斌甜言蜜语的哄片之下 珍秀珍对其十分信任 签署了一张所谓的秀场合约 然而 庆约后却被告知那是结婚登记 结婚后 郑文斌变本加厉 把珍秀珍的财产全部转移到自己的名下 甚至还勒索珍秀珍 面对如此大的变故 珍秀珍只能掏光所有积蓄 退出娱乐圈 逃亡到他乡 连发布声明的机会都没有 这才最终结束了这段痛苦的婚姻 有关消息显示 郑文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因平时花钱很多 再加上总和年轻女孩谈恋爱 所以有了诸葛斌这个外号 早在1995年时 淮南饭店的董事长就控诉他 利用土地买卖 借款等方式 诈骗了五亿台币 此后又有其他人出面指控 面对接连不断的控诉 郑文斌这才卷着钱跑路了 郑文斌事情曝光后 很快就成为了轰动台湾的新闻 消失的那段时间 珍秀珍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人生最得意的时候被当头棒喝 放在任何人的身上恐怕都很难承受得住 据台湾媒体报道 郑文斌协款逃走后 检方发布通缉 郑文斌潜逃美国35年 直到2014年2月末 案件过了法律追溯期 当年发布通缉的台北地院 也判决郑文斌免诉 法院部将他从海外及逃民单中剔除 郑文斌才可自由返台 根据可靠消息指出 郑文斌在逃亡期间扔行遍全球 跑到美国后 又因诈领保险费被美国通缉而逃到泰国 接着转往中南美洲的厄瓜多尔 涉嫌勒索台商苏雪明250万美金 然后再回泰国 与在台同货吸金8000多万元 郑文斌被国际刑警组织锁定后 化名正百成 以中美洲国家贝里斯的护照 游走加拿大、新加坡、香港等地 不过最终郑文斌在一次打架当中当场离世 也算是他自始恶果 在那段消失的期间 郑秀珍也曾轻生过 他对人性的黑暗感到十分的痛苦 身心灵都受到极大伤害 过了一年多 才慢慢觉得要勇敢面对 于是 郑秀珍开始积极面对这个世界 他先到澳洲重拾高中课程 后来再在美国攻读学位 主修戏剧文学 复修经济 1998年 郑秀珍重返戏剧圈 主演千金媳妇万金孙 《土地公传奇之大小娘亲》 《包公初旬之梦回青楼》等连续剧 其中在《土地公传奇大小娘亲》 他首度挑战反派角色 精湛演出或观众肯定 之后 他更在超人气偶像剧《流行花园》中 饰演道明寺的妈妈道明峰 高贵冷艳的气质 加上眼活了专横独断的角色 带来画龙点睛的效果 本来郑秀珍是鼓起很大勇气 去付出拍戏的 效果也很不错 就在大家以为 郑秀珍即将开始自己事业第二春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郑秀珍的弟弟是跆拳道四段教练 曾因职业伤害和多次车祸造成半身不随 后来他打坐 身体不要而愈 连嘴都不歪 郑秀珍甘动能也不佳 稍有劳累就会不舒服 姐弟俩之后一块到缅甸修佛 两人都笃信南传佛教 弟弟还曾短暂出家 但后来还俗 不料 亲弟弟因心肌梗塞促失 郑秀珍很伤心 但由于他非常低调 圈内没什么人知道这个消息 弟弟离世后留下儿子 向来是家中支柱的郑秀珍 自然挑起抚养弟弟儿子的重责大任 郑秀珍在台湾时 每天早上一定会开车送他上学 郑秀珍的妈妈年事已高 又患有糖尿病 她光是提醒妈妈要忌口 就费尽心神 身旁朋友听说郑秀珍近况之后 都觉得她从小就出来赚钱养家 一辈子在付出 真的十分辛苦 不过郑秀珍还是打起精神开始拍戏 在制作人王佩华的诚意游说下 郑秀珍接演了天堂来的孩子 出演李薇的艺术家妈妈 王佩华对郑秀珍赞不绝口 一个当年抛弃儿子李薇的艺术家 他是这角色第一人选 将是老的辣 那种历尽沧桑的感觉 她演得令人感动到快落泪 经纪人王真奇则说 郑秀珍因为身体不好 除了一些东南亚的秀约 或是到缅甸修佛 常常都待在家休息 她常说对不起我这经纪人 会掉那么多戏 我们再一起看看 郑秀珍的出道经历 郑秀珍1960年1月18日出生 本名齐立英 从小在眷村长大 因为爸爸是军人 以军事化教育方式训练她 早上四点就要起来练唱 还是唱给看不到的人听 地点也非常奇怪 父亲要她到墓地去唱歌 或许父亲是想锻炼 郑秀珍的胆量 不断地刻苦练习 也收获了很好的回报 郑秀珍八岁开始 就有丰富的舞台经验 年幼的她已参加过全省各地 无数次的歌唱比赛 并在许多晚会中表演 十岁那一年参加歌唱比赛 一路过关斩将 主办方认为她的年纪太小 只是象征性地送了 珍秀珍礼物就打发她回家了 但珍秀珍还是在超过百次的 歌唱比赛中获得冠军 十三岁受到唱片公司赏识 珍秀珍录制了第一张唱片《孤星》 这是一首带点凄凉味道的抒情歌曲 在当年颇为流行 珍秀珍高中毕业后到台北打天下 半工半读在歌厅演唱 珍妈成天跟着 把她当摇钱数字的 珍秀珍也孝顺 至少钱不会乱花 也不会在七彩灯红的夜色中迷了路 十六岁时的珍秀珍进入中国电视公司 初期以歌唱为主 与海山唱片签为第一张唱片《玫瑰年华》 主唱第一部电视剧主题曲《笑女心》 即第一次演出文案角色 在民国75年金嗓奖十大歌手之一 后来因她靓丽的外形 受台湾戏剧制作人周游的邀请 周游做节目很有手段 尤其八点档 做一档红一档 她专门为珍秀珍量身定做了一部连续剧《摘星梦》 俨然是珍秀珍的生活写照 她自然一炮而红 她也成了周游的班底 八点档固定女主角 于是珍秀珍开始跨足戏剧表演 也逐渐成为台湾某电视台当家花旦 电视台不管少什么角色 第一个就想到她 她在戏剧界打开了知名度 随即她在以天涯赤子情中 女扮男装的优异表现深受观众喜爱 而珍秀珍与张晨光合作台湾经典剧 《情在天涯的收视率》 在当年更是节节高升 20岁至28岁是珍秀珍演艺事业的全盛时期 当时她主演过多部口碑与质感兼具的黄金档连续剧 在实力受到肯定之际 珍秀珍还尝试幕后的节目制作 其中出自她手的《不股鸟生生催》 以关怀老人议题 加上感动人心的剧情 获得了金钟奖的肯定 自出道以来 珍秀珍对于演艺事业 一直是多方面的发展与经营 歌唱 电影 电视剧同时兼顾 珍秀珍在台湾与新加坡等地 发行三四十张以上的专辑 演唱了多部电影 电视剧的主题曲 《红极一时》 此外 出国巡回演唱 也是珍秀珍的演艺重点之一 曾经一年有半年的时间 珍秀珍都在美国 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香港 泰国等地巡回表演 感受各地歌迷的热情 后来接触宗教 靠着虔诚学佛渐渐重生 如今的珍秀珍都对外界宣称 我已是修行人 对于过去那些纷纷扰扰 她已不愿再回想或多谈 而珍秀珍最近一次曝光 是在2017年与名嘴蔡玉珍聚会时 对方分享合照 才让大家看见当时六十岁的珍秀珍 保养相当得宜 依旧是当年的高雅动人 对如今的珍秀珍来说 其实很多事情都看淡了 毕竟那些不过是前程往事 无论是挫折或是荣光 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年少时走红 在事业巅峰时遭遇巨大变故 珍秀珍的人生坎坷且精彩 正是在历经千番之后 才有如今淡然豁达的心境 只不过对于珍秀珍来说 最终得到这样的结局 不免让人遗憾 你们觉得呢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哦